英华書院多元智能挑戰員 小學訓練畢業連累 現在開始 請各位同盟起立 有請老師和主題嘉賓入場 請各位同盟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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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多元智能計劃的畢業點禮 在初中的同學來講 可能有部份的同學會聽過這個計劃 在哪個活動 也會有同學對這個活動 中間的同學未必有認知 所以在開始之前 都會和大家簡單講一下 這個活動是做過什麼的 其實這個計劃是由教育局 和香港紀律部隊合法的一個活動 就是為中學的中二中三的同學 是那些訓練的 而這個五個的紀律部隊 包括了警務署 消防署 情教署 海關和任兵事務署 當然了 香港是有七個紀律部隊的 有兩個我包括的 一個就是廉政公署 另一個就是飛行部隊 對於中二中三的同學來講 這兩個的訓練都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 所以都會邀請了另一個輔助部隊 就是民眾安全服務隊 和一個制服團隊 就是香港少年領袖團 其實在這個七個紀律部隊 和制服團隊 和學校合辦的活動的目的 就是什麼情況呢 最主要就是提供初中的同學 去做一些訓練 由個人的一個行為操守 訓練治療精神 以至建立一個團隊的合作關係 所以最後呢 當然初中的同學 即將去畢業 進入高中 那怎樣可以回歸學校的 就是這個的目的 而英華書院在今年 亦都是第一年參加了這個計劃 亦都是選了其中一個 亦都是全港公認為紀律部隊 要求最嚴格的消防署 進入這個訓練 那當中的訓練呢 是有很多的項目 而最主要呢 通過這些訓練呢 是帶了一些五個的重點的 那哪五個的重點呢 包括了第一 是訓練學員的自我信心 第二 是抗疫的能力 第三 是溝通的能力 第四 是團隊的建立 以及第五 是領導的才能 同時會見到呢 這五個訓練的目的呢 是會由一個個人的發展 最終呢 是到一個群體的合作的 那而 消防署最重要強調的呢 不是他人的管理 而是自我的管理 即是一個自律的精神 所以呢 所以呢 在這五日四夜 四十位中山的同學呢 在二月中 二月九號至十三號呢 是去了這個八江消防訓練學校 而暫時放下了學校的學業呢 其實呢 他們都是做一堆的 學習能力的提升的 那至於這四十位同學 四十位學員 在當中經歷了些什麼 也都有些什麼得著呢 那今天會有十位的學員 分了五隊 和大家呢 在介紹一下每一日的活動 和訓練的情況的 那我將時間交給第一隊的學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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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來自3A班的張一陳 大家好 我是來自3A班的張文文 今天 我們兩個就和八位的同學 分享我們在二月九號到十三號 這五日四夜在八江消防訓練學校 下面一組一頂 其實在入園之前 有三位的徐營老師 包括林石中老師 陳志文老師 和梁世勇老師 經過幾類的面試之後 就選出了四十位的中三同學 成為我們這個營業的參加者 之後我們在入園之前那幾天 就參觀了長三號的消防局 對消防車的裝置 和機器的用法 和消防員的職責內置一二 當是在入園前的備課 在二月九號當日 三十七位的中三同學 在六點半 去錦上路線那個集合 準備進入八香消防訓練學校 記得當時我們又興奮又緊張 合成所有人之後 我們就去打巴士去訓練學校 記得我們下車之後 就立即去傳行報道 之後就去了營房 猜我們在營房第一時間做了些甚麼 放下一些東西 還是去洗澡 都不是的 我們去營房之後 就馬上把電話 交給三號的徐營老師 當時我們四十位同學都產生不安 不知道這五天怎麼渡過 但最後愛到哀過了 隔了沒多久 就有個林教官進來 叫我們去營房外面的空地那個集隊 我們集隊的時候 還有另一家中學堂 我們在一起 我看到他們都有點擔心 不斷在下面的 突然之間 就有三個教官他們出來 下班就立即安靜了 之後 教官就將他們分居 而在 之後 就將外月教官的指示 穿入禮堂 等待Madam的荷蘭 當時禮堂裡面 教官就兇神樂殺 我們全國都打了蠟燈 五分鐘之後 Madam就進入了禮堂 記得 我們在Madam進來講的時候 極大聲的喊 Good morning Madam 但是之後 他罵我們 又細聲又不整齊 足足罵十分鐘 在30分鐘裡面 Karen不需要我們去簡介 我們要做的責任 可能時間 讓國民完成宣誓而清 之後 我們就出去了 操場好的集團 記得 我們當時 粗過身水、身汗、汗流、摺背 足夠粗過兩個小時那麼多 在兩個小時裡面 教官教人怎樣曝操 又教我們一些口令 例如 Attention、Squad Hold Stand at least等等 而這兩個小時裡面 有不少的同學 因為做賽的姿勢 或者在做務衝的時候 不斷聊天 就被搞工法做獎項 其實過程也挺辛苦的 之後我們就去吃飯 但是因為我們排隊的時候 就在這裡聊天 所以又被人進入獎項 進去就發現 吃飯是由選擇出來的選擇生 是分飯 本身擺放的餐具 是要按規格的 睡飯之前 就要向座場 所有人就叫職飯 想不到吃飯 都要有這麼多事情 要做 吃了半小時之後 我們又要出去排隊 正當我們想著 下午回來 更無謂的夜光的時候 教官就出來跟我們說話 因為我們收拾器 又不整齊 又被人怕 我們被人怕 趴在地上 撐住身 一路聽著教官在訓話 就這樣一路在撐 越撐就越累 然後再加做五十下掌上 真的很辛苦 之後就開始了 最難做的體能訓練 在下宅的體能訓練中 教練就教我們怎樣做早操 雖然有很多步驟 很多適用機 但是在每一早的早操都會用到 而且相對之下 這個訓練是比之前的訓練 經過得多的 終於我們在五點鐘 就完成了所有的體能訓練 準備吃飯 我們在六點鐘吃飯之後 就開始我們的私生夜晚 在私生夜晚裡面 我們就分享了 會有多樣經歷 和對自己比喻的想法 希望第二天 表現更加進步 更小的一層樓 回到營館之後 我們還要洗澡 躺散 掃地 執櫃 和用鞋子 散乾淨我們的鞋子 但是這麼多人 還在同一間房 又要搞快一點 真的有些難度 終於我們做過十一二點 才能睡得到 接著來第二組一同學 就會分享第二天的 更新的事情 大家好 我們是VC班的頂部長 我們是VC班的樓浦 那我相信第二天 應該是五天 回到C班 是最早 還是最失望的一天 不如由第二天講起吧 好 大家猜一下 我們如果 早上六點七個字要集合 我們要幾點起床呢 五點半 六點 其實我們全部 隊員五點就起床 去清潔營房 廁所 和整理制服 大家不要覺得我們只是 輕輕地清潔一下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我們要將我們的個人物品 統一地擺入同一櫃 我們要抹走廁所任何一滴的水質 我們還要將營房裏面所有層數走 還要用排油和布 把皮鞋擦得乾淨和定身 我們要 我們早上六點七個字 我們要穿好整齊的體育服 去操場做早操 我們會跟著正式的消防員 去做早操 和圍著訓練學校去跑步 講起操場 操場 其實是消防員 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任何人都不可以還原這個操場 要跟著特定的路線去走 之後 我們就會換回平時我們穿的制服 去吃早餐 試完早餐之後 我們就會回到租場 做接受檢閱 不要以為我們很輕鬆地 在這裏看正式的消防員被檢閱 其實我們很辛苦 因為我們要在一個很慢太陽的地方 在這裏站很久 還要動也不能動 萬一如果你動了的話 你就要被人掌上壓 三十下至五十下不等 不過相比起正式的消防員 其實三十下是很少的 因為他們每天做檢閱的時候 都要起碼做五十下至一百下掌上壓 其實我們都很幸福的 謝謝 俊 之後有甚麼活動 大家忘記了 我們就排了黑箱 那天那個是由木箱的迷宮 環境分 我們組合環在黑箱裡彈叫 而是摸著前面組織的腳 從而可以一起離開的黑箱 同時顯示團隊精神 加上要和其他隊鬥快 所以要分別必真 即使我們隊是最慢的 不過我們是最細心一起離開的黑箱 我們下午就做了另一個活動 我們下午就進行了一個好刺激的活動 就是遊省下降 你記得最初有一個隊員都不敢下去 不過他經過其他人的鼓勵之後 他終於敢踏出第一步 成功遊省而下 反觀在學校 當其他人沒有膽量去接受新嘗試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加以鼓勵 還是教養功課呢 這個訓練可以訓練自己的膽量 和增強自己的自信心 令我們可以在之後的新嘗試裏面 可以勇敢作出不同的挑戰 終結今次的消防訓練 真的令到我獲益良多 和也是我最深刻的一次 尤其我是第四隊的隊長 我們第一第二天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習慣 我們都頻頻犯錯 被阿Sir罰 我都因為這件事 覺得內疚和不開心 我不開心的原因 不是因為隊員被人罰 而是因為我的犯錯 隊員所以被人罰 經過這次的教訓 我明白到 做每一件事 我們都要全心全意去做 可以隨便罵呼 除了我們要在訓練中 全心全意去接受訓練和清潔之外 我們出營之後 在學校都要全心全意去做功課 準備測驗等 只要你全心全意去做一件事 一定會有出乎意料的收穫 那我在這五天CAM裏 我就學到團隊精神 因為營堂指定色燈的時間是十點半 當時除了廁所燈光 營堂所有燈都要關掉 所以要盡量做好長官所提醒的事 例如燉衫擦乾淨水排 如果不是就要摸黑 或者利用廁所門口的光來做事 加上資源有限 只有三塊燉身把 和一盒排油給二十一個人用 為了不要輪住 沒有浪費時間 不如去分工合作 那我覺得五天CAM裏面 另外最深刻的 一定是清潔廁所 因為我平時都沒有洗廁所的習慣 加上教官對我們擁有十分之高 例如廁紙頭要摺三角 省它不會有任何的頭髮或毛髮 連一滴水漬都不容許在廁所留下 為了完成這些要求 每日四名即日身都要 在所有人洗完澡之後 由洗澡站位到廁所門口 逐一清潔 其中以晶盆的水印最難清洗 大概要三十分鐘 我們清潔廁所最遲 整到兩點才可以睡 然後五點又再起床 執貨員房清潔 接著來看第三個堂會 介紹第三個的營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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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師 謝謝 i'll do 我都可以呼吸新鮮的風氣 享受大自然和陽光 是入營前都已經很期待 我親身體驗 更加有一份講不出的喜語 有的是豉油雞腿 粟米 芝士火腿三文治 紙巴一盒 和蘋果一盒 出到來我們都有一種 回到文明的感覺 我們都可以見到一些城市的間構 例如有巴士 有行人 和一些鐵路 都很開心 但是 因為我們沒有聽交通的支持 要兩個人一起走 搞到我們回到消防訓練的學校 就被什麼沈迫了大陸 我們被什麼人罵我們的時候 跟我們講 我們要自律 即使我們不在消防訓練學校裏面 總之穿著套制服 就代表消防署 我們入行消防鏡 學的是自律 而不是他律 大家平時放學 答案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很安靜地回答 還是在這裡高想虛話呢 其實我們穿著英文的下服 就代表著英文 我們就應該維持一定紀律 吃完飯沒多久 我們就進入了私生夜晚的環節 在那個環節裏面 梁西洋老師就播了一段 又不幫不力 方非不幫幫主任 兩位副校長和校長所拍的段片 這段片 令我們感受到 我們每一群被圍棄是荒動的小孩 我們是有關心的 是啊 看完這段片 我都覺得好感動 我們其實一直都希望 可以見到 除了教館以外變好 每天都來我們遇過十分 接下來下來 我們看看第四位的情況 大家好 我是FreeBang的蔡師慌 大家好 我是FreeBang的黃春浩 大家好 我是FreeBang的黃春浩 那就是很久了 你現在是第四日 排口餐廳你覺得怎樣呢 第四日 我記得前一晚還發了銷 11點多要診常 我去看醫生 那最後的話 開出來吧 都是你們叫我一定要回來的 那麼少次就不應該適合退宿 你看到平時也不會因為 因為少少頭痛就不關學了 第四天早餐就輪到我們隊 去幫大家分成我 那天我還是剛剛睡醒 但我都見到同行很樂意幫忙 去到九點幾十點 一如叫王比亞Sir和Madam檢查制服和警方 唉這些事 就算我幫自己住了幾個 他們都會罰我們的 都說他們正一頭正一 說起被人罰 除了掌上壓之外 還有就是跑口架 跑口架其實是平時消防用發練的環節之一 他們要揹著很重的口架跑上去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很厲害 揹著這麼多東西上訂只需要三十幾秒 那他們同學都不輸遲 最快都有三十秒就上去了 但你要記住 我們的同學是沒有揹著任何東西的 上到頂 教官都會叫我們看著很美的風景 也就是對著八鄉平原 從高處的角度打一句說話 以是完成後架訓練 那天的上午 我還想要有關燒房知識的房 第二天我要叫他發問這個事 他就說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活動就是出水操 Dicky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什麼是出水操的呢 好啊 這個訓練其實是用比賽認識這樣進行的 我們要跟隔壁學校走快 我們要穿好平時消防員入那場的保護衣服 包括一隊水俠 套頭盔跟著 穿好之後 就兩個兩個這樣跑去前面 踏好馬 公子腳這樣站 抬著水頭向外射 雖然我們沒有去破真正人 但是單單向著花蟲蛇 已經足夠令我們體會到 夠可憐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今晚那天又好天 射射的時候 很榮幸可以讓我們見到彩虹 這個畫面很珍貴 但是更珍貴的是 由於第三隊在第一輪的時候輸給女生 到我們第四隊的時候 我們要更加團結和一起努力去追回熟悉的時間 比賽期間我們的比賽非常旺盛 我們直接輸贏不輸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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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當時都會這樣 英華的都會喊著英華捺 唱著英華歌的幫手打起 當時真的覺得我們英華就是好團結 以前這個比賽之後 我們都是搞好東西 我們第一次被什麼贈賺 那個心法獎賞 就是令我印象的心法 是啊 那隊叫你做三十塊獎賞 不要以為很容易很快做完 因為只要一聽到教官 說他們倒數的時候 就要跟著他們的速度 這一下真是拿來 就說三十塊獎賞 真的有點辛苦 一下就好十分鐘 和五十五十下沒有什麼分別 不要緊 都過去了 重點是我們出水操的時候 真是很快揮到團隊精神 其實這個活動 首先是由兩個一拼合作 慢慢將這種精神傳染到整個Squad 甚至整個學校 去到晚上 終於讓我們可以放鬆一下BBQ 等下我們可以聊聊聊天 也舒服一下這幾天的情緒 另外我想在這裡做成李Sir和吳趙鴻老師 因為李Sir都可能在白幕之中 抽空地貪我們 吳趙鴻老師雖然他已經不是我們英國的老師 但是他們依然探望我 所以我們很想掌握他 回到營房就過了一個望 為了應付第二天的考試 有些不學就溫習 但是過了十點半就要關燈 溫習的就唯有在廁所旁邊借光 講了那麼久 如果這個Camp裡面 什麼是最有天然性的呢 對我來說當然是執房 要全組統一一點都不容易 不是平日不做家務的我 突然之間叫我去湯山 但如果我們 我們翌日的分享就到這裡 將時間交給分享第五組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VVB的年弟弟 大家好 我是VVB的陳二聰 到了第五日的茶房 和門依然站在自己的床邊 但你看看房間已經換了一身 你看看地板多麼清潔 櫃多麼整齊 一夜的努力終於有成果 教育也沒有再留我們了 證明其實我們不是沒有能力 而是我們以前根本就沒有用心去做 和門在學校給老師問 有沒有想過究竟是自己能力的不足 還是沒有盡力去做好呢 到了第二天 和門互相協助 跟著共同目標進化 希望得到教訓的欣賞 再努力嘗試 最後得到好的成果 到了第五天 同學們很積極地為 跟著來的畢業典禮做財牌 經歷過四天辛苦的訓練 同學們都很想在畢業裡 有一個大方得體的好表現 為五天的訓練 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沒錯 人生中有很多的畢業典禮 但從來沒有一個比這個更加具意義 因為這次訓練的結束 是代表著我們成長到一個脫變 成為一個有自信 紀律和自量的年輕人 我們當時教官很嚴厲 集隊的時候動都不能動 是啊 教官其實都是為我們好 他們都是想我們有一個美好的畢業典禮 其實學校的老師都是一樣 他們表面上對我們很嚴厲 但內心都是為我們好的 講了那麼久 其實這個典禮開了沒有 開始了 你看一下同學們整齊的集隊 雙眼固固固有實就知道了 開始之後 首先是主題嘉賓致辭 然後到兩間學校的學長 然後好像是你代表學校知證詞 你覺得挺好聽 過獎了過獎了過獎了 我只是替各位同學說出心中的話 都不要說我了 同學在園園裡面逗留了五天 中途除了遠足之外 根本就沒有踏出那些評判寶 從來都沒有去連接過外面的世界 就好像被人遺忘了一個方道 但當見到老師、家長到場的支持 就好像跟現代的世界聯繫在一起 都展現出燦爛的消息 在這個訓練裡面 雖然我們練習出來的時間只有五天 但是已經又板又硬 跟真正受訓的消防員沒有分別 我們還在畢業裡唱 消防隊的隊歌大無懷 教官員贊我們 在這麼多隔營旗裡面 唱得最大聲的一屆 雖然我們只有三天 但我們經常自發式的練習 發揮自律的精神 最終得到教育的欣賞 同學們在班制證詞比賽裡面 用過兩個月 可能都未配屬這歌詞 究竟是自己能力上不足 還是自己沒有盡力呢 雖然我們期待了五天上學的時間 但在訓練裡面所學的東西 一定比課門裡面所學的知識更加有意思 這就是我們跟你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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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十位同學 也都聽到十位學員 其實跟大家的分享裡面 都會得出的一個觀念就是 在這五天的訓練裡面 你會見到 同學的感受和得著呢 是由第一、第二天的個人 到第三、第四天的可能 那四十位學員的團隊 到第五天其實是整間學校的一個名稱 那些同學裡面呢 這些學識當然啦 被哪一個同學 在體能訓練完成之後 都可能會參加幾個部隊 但他們也都會聽到 就是當中的得著呢 他們是可以帶回來 學校帶回來 英華裡面 譬如 制服 其實做給大家的校服 譬如 好像在當中 其實他們唱的那個畢業型歌呢 應該不是沒有同學聽過 但是他們只是用 兩天的時間 就要陪了歌詞 而當中 其實大家平時的 Heapsing Context都是一樣啦 可能講的歌 是講的一節裡面 第一或者第三節 講的是 兩個月的練習 但是都不能夠做得好 那其實在當中呢 我相信呢 四十位學員呢 參加了訓練之後呢 是一些反思 而這些反思呢 亦都帶回來 今日學校裡面呢 和我做一個分享的 那當然啦 在剛才的 活動照片裡面呢 你都會見到 很多的上片 關於他們的 訓練的情況啦 那其實 是不是真的說 紀律部隊 就是一些講求高度 嚴格紀律 就是得給別人體罰 甚至乎 只有一些體能的操練呢 其實在當中呢 和我提到的 教官 我們有九位 而Madam和Sir 其實講的是 是延長消防訓練學校的 副隊長 和總隊目的 他們 是不是只有 嚴厲的一面呢 其實五日裡面呢 學員呢 是感受到他們 一個的轉變的 那會有什麼轉變呢 在這個環節呢 給大家看一看呢 其實 在當中呢 一些的活動的情況 他們第一天的活動呢 是講求一個 的 暴躁的訓練 那這個暴躁訓練 可能講的是 除了一些指令之外 還有什麼的集隊方式呢 那呢 可以大家去看看 這個是大家 隊員呢 翻回營防之前 解散的一個方式來的 整齊這樣列隊 所以 離開的時候 不是一盆散沙 復操的訓練呢 除了是講求一個外觀的形象之外 其實當中有一個團隊的一致 所以你要見到呢 在每次去進行任何的行動的時候呢 都會做打掃 這個打掃就是 他們要報訴 希望令到整個團隊是一致的 那他們呢 從而建立到 一個小隊的一個團隊精神 而另外呢 和我剛才有提過呢 在這個操場的時候呢 消防處的操場 不是那麼容易去橫跨的 行經的時候 一定有特定的路線 順時鐘不能夠打掃 無論是學員還是隊伍 還是新進來的清潔工人 都一樣要跟的 那這個 這個的操場呢 同學都有行在 第二日 第四日和第五日呢 都踏足 並且在早上九點鐘呢 是看到 現場總共七個 真正消防學員的一個 檢閱儀式的 當然都是其中一個 特別的時刻 而這個的時刻呢 亦都會看到呢 其實他們做些什麼呢 白色衫出手那個呢 就是隊長來的 即是消防學校的副隊長 旁邊呢 藍色舞那個呢 就是教官 那學員呢 就是穿 大家都見到穿冷衫的制服的 背後的音樂 和外面說什麼步操呢 是說真正消防學員訓練的時候 但是呢 我們四十位學員呢 都是要經過嚴格的制服檢查 檢查什麼呢 有沒有堂籍 檢查 還要起骨的 但是聽到 經常都會被人訓 好 好了 同學 同學就是所說的 做到這個體能的操練 已經不知幾多客 總之每次 四十五度 Move down 就是這樣做獎學校 所以有時是三十 有時是五十 有時是五十 有時是十五 這些體能訓練 當然不是 我們見到 不是每個同學 都是做一個正規的 一個獎學校形式 但是最主要的呢 背後帶出的 只是一個理念 因為 同學 平時所說的工作 是做了 但是 是做到自己最大能力 做到最好 做到別人覺得高的要求 所以 經常被人去做一些體能的操練 訓練 或者懲罰 並不是 紀律部隊裏面的一個 嚴苛的特色 只是想說 每個人都能夠可以 用最大自己的能力 做得更加好 當然 同學裏面 另外一個訓練 就是一個 喉架的訓練 喉架 大家都會看到 我們當場有六個喉架 這六個喉架 其實是每個有六層樓高 再加天台 就是整個 整個 足足是 英華 校園的 高動力 這個後架訓練 是怎樣的形式進行呢 首先 同學 就會 以一對的形式 是跑的 不是走後架的 所以 30秒 是怎樣來呢 就是每層樓梯 都要靠上去 因為開頭這個位置 比較狹窄 所以同學 去到這個位置 都會慢了 那當然 一直這樣 跑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上到去 到了第六層 的時候 那同學 究竟那個部分 還是怎樣呢 這個呢 就是第六層 徐陽路線拍攝的一個層樓 那上面呢 就已經是天台了 那上面呢 也有教官在和大家計算的 都要有一定的時間 在地面 計算的時間 但是看下 那個時間 逐呢 現在是22秒 第一個學員上到 第一個學員上到 第二第三 去到六樓 都還在跑 好 好 留意 最後一個 不是就是學員訓練的 徐形老師呢 都會一同參與 都是接夠 用了一分鐘的時間 多些 就上到去 下校教最高的地方 平時 其實 這個問題 都很好的一個 反思的 老師叫大家 小聲的時間 上來交功課 其實都在說 中一的同學 上七樓都是六層 而中三的同學 上七樓都是四層 其實是不需要用分足 或者搭電梯的 因為大家只是三十秒 至四十秒 是上到去的 那這些呢 只是大家做不做的 剛才都見到 徐形老師方面 除了任何之外 也都有 林Sir和陳Sir 那這個時候 都有請 陳Sir 是跟大家 在背面的得著 或者所見所聞 都有些少少的分享 的 謝謝陳Sir 謝謝 各位早晨 林Sir 因為現在都有點工夫要處理 我就在這裡分享 我在五日四夜 去到八鄉這個地方 見到同學 在訓練營裡面 接受訓練 到底我自己有什麼感受 剛才聽到有同學說 其實入到這個訓練營裡面 真的與世隔絕 我都形容為一個 去到深山修煉的過程 我們呢 其實三位老師 去到 好像四十位同學這樣看 我們去到 是隔岸觀火 但是其實呢 我們實際上 在之前 已經親身入過這個營營裡面 去接受同等 甚至強度更加大的訓練 所以同學所經歷的 我們都很明白 我們很清楚 那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 兩個片段 和兩組的暗號 先說兩個片段 兩個片段 第一個就是我認為 最震撼的片段 剛才同學在介紹裡 都是提及過的 就是 就是在每天 四點多 當每天 大家四點多 可能還是在睡眠當中 或者是未睡的時候 他們已經起床了 他們起床要做的 剛才都聽過了 而我們老師 在那天 都能夠見證到同學 在房間裡面 做些什麼呢 並不是一片混亂 也都不是各自為證 而在到後期 大家學到 如何互相去補不足 到第五天 你會見到 為什麼會出現 一個這麼井然有序的房間呢 原來因為同學 互相的幫助 在廁所裡面 有人負責不同的部分 擦 清潔 在房間裡面 要擦地 要擦床下底 要撿皮鋪 這些人 這些情境 雖然不是好像 唱大無貴那樣 那麼精神奕奕 但是 給我的感覺 給我的印象 就是震撼 因為 同學在學校裡面的表現 可能有很大的差別 那就是說 同學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其實你是能夠發揮到 自己最大的潛力 只不過在學校裡面 你不願意這樣做 剛才同學都勉勵大家 出到來 回到學校裡面 可不可以將這種的態度 這種精神 回饋回到英華 第二個片段 就是我覺得 最深刻的片段 就是剛才 中三這班的同學 黑仔他都說 有一晚他發燒 但我見證著整個過程 由他 由幫他量度體溫開始 到打給他家長 到打去Codex 去到醫院 知道輪候時間 要五至六個小時 因為 這個是一個非緊急的Case 所以 要等那麼久 等完那麼久 還要問醫生 可不可以給他入營 但同學是願意等 那要同學願意等的時候 那 徐營老師都一定要願意陪他等 但是最後 家長來到的時候 就發覺 好像 不是太可行 在醫院那裡坐一整晚 所以 我們去到附近一間私家的診所 去找到私家的醫生 跟同學證明 其實他可以入營 在這個過程中 我發覺 同學的心態是沒有變過的 他是沒有一刻退縮 想回到營房 想回到家裡 我不是說真心馬 他真的 想回到營房裡 因為營房裡 你看到其他兄弟都很支持他 都不想他中途離開 而同學也很願意 他剛才也說少說 在上學的日子裡面 會不會因為少少頭痛 或者 另一種的 很難醫的疾病 學睡症 在家裡 早上不知醒 所以不上學 同學 可不可以把這種精神 也都帶回來 在英華的校園裡面 之後兩組的暗號分別就是 45度 和1 2 3 45度 不是一個影商的角度 而是當同學聽到這個右轉45度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即時的反應 好像條件反射式的反應 就會趴下做掌訊 回到英華 當然不會有老師 不會有訓導老師 用這種的方法去訓同學 這個也都不是 入消防訓練營的目標 要訓練大家 成為一個體能好好的同學 而是當你去某一個環境 聽到某一些的說話的時候 包括入到禮堂 來到這個環境 你自然就知道要安靜 在課堂上 老師未來 或者老師來到的時候 你立刻可以進入一個狀態 一個學習的狀態 在營裡面 學的東西 不一定是照版主護 拿回來英華 但是那種的精神 那種的態度 同學又可不可以轉化回到校園 最後一組的暗號就是 1 2 3 同學第一日 剛才分享第一日的時候都講到 1 2 3 是跟教官 跟Madam 打招呼 1 2 3 之前的一個的報數 這個報數 其實看得出 大家在40個人 講同一個說話的時候 原來都可以做到這麼齊整 但是偏偏在有些時候 要大家一致去做同一個任務 完成一個工作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會很鬆散 剛才講到 勝私比賽是其中一個例子 或者任何班制的比賽裡面 你又能不能夠 在你的班裡面 每一個同學都自視為 這個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你可以不可以投入 你的團隊裡面 一同去圍著某一件事的武力 我見到同學絕對有能力做到 只不過是看你的態度 在那一刻 你願不願意付出 我希望這五日四夜的訓練營 其實不單止幫到40位中三同學 他們之後會在英畫裡面 有一個回歸英畫的機會 一會兒都會跟大家再去介紹 我希望其他中三同學 甚至中一喜歡的同學 將來有朝日 你都會升上高中 你不單止要有一個自律的精神 管理好自己 可能你將來有機會 你要管理學校裡面 管理學師弟 其他的年級的紀律 我希望各位英畫仔 都能夠將這種精神傳承下去 今天分享給你們這裡 多謝 其實這四十位學員 這次雖然我們學校第一次 參加這個活動 參加這個訓練 但是也是一個很值得珍貴紀念的時刻 因為呢 就算我們學校之後會再舉辦這個活動 也都不會再入到八鄉訓練學校 八鄉訓練學校 在1968年創立之後 現在都有48年的一個公務事命 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 政府已經批地在將軍澳 會建立一個消防訓練學院 所以在今年的十月 其實八鄉消防學校 將會結束他的訓練的使命 所以今次這四十位同學 在八鄉訓練學校裡面 拿到這個畢業證書 是一個歷史的一個時刻 也都是 在這個時間 也都有請校長 頒發這個畢業證書 也都請3A的同學 請定學員準備 收紙的學員 包括3A張君皇 鄭麒謙 張一齊 何一望 吳明熙 孫若文 陳梓聰 陳少偉 李崇德 連一齊 陳偉堅 楊健一 陳偉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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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智宇 天安 鄭克奇 張智宇 蔡智康 張智宇 張智宇 黎諾芝 立竹峰 羅門 諾明漢 馬偉君 孫紅一 黃俊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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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 黃俊浩 而在一型训练的学员里面 也有三位的学员得到一些奖项 第一个奖项是要办法学员进步奖 3D胡青龙 以及3E 赛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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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同学学员在五日四月的训练里面 由第一至到第五日 在训练里面的表现 有一个选专进步的奖项 而每家学校也都会颁发一位同学员是最佳学员奖 这位学员除了有一个进步之外 也都在当中发挥到自理精神 以及一个团队合作的管理能力 而英华书院得到这个奖项的是 3C 刘浩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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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or Freebacks are 3A 鄭麒謙 張恩財 3B 陳志聰 3C 六波 地校協物 3D 陳文協物 3B 蔡智康 馬偉君 3B 蔡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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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蔡智康 10 光าง 7倍 1ICE 1 1 捷抗确实 and considerate I promise to remember that wherever I go I promise to remember that wherever I go I carry with me the good name of Yanghua College So happy God 感谢观看